就是大概有几个部分 比如说那个会员资料的读取 那其实在那个python里面读取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程式主要是两行有没有 f等于open 告诉他说你的档案的名称 然后呢后面就r模式 然后再来就用 第二行的话就是什么了 你用f物件里面会至少有三个方法 其实大概重点就三个方法 如果你要全部读取就是read 如果读一行就realize 如果读全部的行的话 那realize 那其实read跟realize最大的差别 read读回来的是一个字串 那realize读回来的就是一个串列 ok 所以特别是 那当然如果字串的话你要切割 你就不要麻烦 别人说如果读回来你还在切割 那要花后续的时间 所以用realize有的好处就是你读进来 那一行就放在一个串列的一个值里面 有没有 你将来如果你要分别把资料再做处理的话 那就跑个回圈就好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吧 其实像那个串列结合回圈的叙述 这个非常的常会用到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尤其像回圈for回圈结合串列 这个的用法后续一定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前面讲过 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那再来的话呢 UTF8的档案 特别是如果你开启还是乱码 或者无法开启的话 那要想到就是说那个档案的编码方式 如果是微软产生的 那应该是CP950 或者它的名称叫ANSi 那如果是非微软像Google的 像比如我们从Google下载的档案的话 那通常是UTF8 ok 所以如果有乱码的状况 那你可能要记得转码 或者是说你是微软的软体 比如说你用Excel 然后你要把档案丢给非微软阵营使用 比如说Google的 或者是Linus 或者是Mac的话 那你记得要把它另存的时候 把编码方式要改成UTF8 不然的话呢 它收到的话 开起来会是乱码 ok 所以记得啦 他们会遇到状况都是微软 跟非微软阵营 所用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另外的话呢 我们有个范例就是说 只读取两栏 跟十个会员吧 有没有 所以我们先读十个会员 前十个会员 包含栏位名称 所以你可以从那个Full回圈的Range下手 Range从1可能到11嘛 因为包含栏位名称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两栏的话 那你必须把资料切割 有没有用Sprits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 它会把切割完的结果丢到一个串列 那你再去读取看你要哪一栏 第一栏就0嘛 那姓名刚好在第二栏 所以是1 最后一栏是第五栏 那所以是4 1跟4的资料 帮我把它就是读回来 那最后呢 当然我有讲过 可以把它再存成 这个所谓的CSV档 OK 存CSV档 这两行程式 F等于Open 一样Open 只是说后面本来 档案名称给它 逗点后面加W就可以了 W的话是 等于是写出就是W的模式 OK 然后面的话就配合一个点W的方法 然后瓜糊后面就丢一个什么 你要写出去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就把什么 把我们读到的什么 十个会员跟两个栏位 把它怎么样 把它变成一个字串 然后再丢给那个W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注意 所以记得啦 就是尽量能够把我所叙述的 可以把它对应的程式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是真的有学会 OK 所以回去的话 尽量呢 有时间还是要把上课东西 像呢 你云端上有复制贴可以的程式嘛 但是尽量 就是还是要重打一遍 OK 这个可能 请特别注意 然后呢底下的话 就是说呢 我们还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那我们有做出呢 合并跟分割嘛 有没有 比如说25个档 我要呢 瞬间呢 一下子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最后用到一个蛮重要的方法 叫OS 的那个模组 所以Import 控一个OS 把这个模组要汇进来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只是说你要用它的时候 你要Import 要把它汇入 OK 然后它里面有个方法叫Walk Walk的话就是把什么 你给它一个目录 它会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的那个名称 通通都丢回来给你 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你直接怎么办 把这个串列解析出来 哇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名 然后我们再做什么 第一个把每个档案做读取动作 第二个的话把它做写出 但是写出就是不是W模式 W是负写 它会一直盖过去 所以我们就用A模式 应该还记得吧 然后你就是读写、读写、读写 然后这样的话等于最后存一个档 然后就close掉 就完成了 OK合并 那分割的话也非常的简单 有没有 程式也不多 云端上有 OK 其实呢 因为我主要会顾虑到分割 就是说 在每一个档案跟档案中间 输出的时候呢 多一个换行 等于是两个换行 有没有 然后将来去找什么 找两个换行 换行是反斜线N 那反斜线N 那我做什么呢 用切割Splitter 有没有 Splitter非常好用 Splitter什么呢 Splitter切嘛 就是人家知道剖析嘛 然后切就按照什么 两个换行 然后切到一个串列之后的话 再分别把一个一个的串列资料读出来 然后再把它存档存档存档 存档 有没有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那我档案名称要叫什么 副档名一定是点txt 可是档名刚好我讲过了 刚好它的位置是第16个字 跟第17个字 比如三重 刚好16、17 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 字串的中瓜糊 有没有 你也可以把一个字串 的第几个字 用中瓜糊叙述 比如说我第16个字 因为从0开始编号 所以15 到第16个字的冒号 你后面加17就可以 因为17是停止的地方 所以15、16刚好两个字 那就可以什么 档名跟副档名就OK了 这应该有印象 而且程式码不多 其实就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5个单元 所以你们其实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相对应的这个程式 这个第5个单元 那我们我刚刚讲的东西 实际上呢 就是放在这边 这边OS.work的方法 然后底下的话 我就把那个 就是如何把什么 把这个OS里面 这个 这个是合并完成 程式不多 有没有 import 然后呢 利用这个OS.work 那就把这个路径给他 因为我在路径 我是放这台电脑的 这个位置 不过可能你们 这个位置 有时候跟你们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要 记得要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不是每一个人都 都叫这个名称 然后呢 分割的话可能就 先合并 分割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什么 将O.tst呢 再分割回25个档案 那其实 程式就在这里 当然我要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 Splitter的时候呢 把它用什么 反斜线N两个 记得哦 你切割 你合并的时候一定也要什么 也要就是 上面这边一样也是 但是 在当你那个什么 这边也要 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说 你也要变成这样子 反斜线N Arise 反斜线 对啊 这个要加两个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 你这个 照我这上面的话 你将它切会 就是会 没办法合并 因为 这个地方 我后来是有多加了这个 OK 你切割的时候呢 才有办法切 所以 再把这个 这个 读进来的这个东西 切割完 放在list1 然后分别把它 一个一个读出来之后 分别怎么样 分别再 把它写出去 那写出去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 这边我有 给它一个名称 我刚刚讲的 1516.txt 就是它的档名 然后最后的话呢 把里面的资料 write出去 它就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分别的话呢 就帮我把它全部 都把它 做输出 OK 那当然你会看到 这上面其实有两个方法 方法1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方法 那方法2的话 其实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方法2比较复杂一点 我本来是想到的是 方法2 而不是用方法1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习惯 另外还有个方法 用什么 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find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个find 因为s这个字串 找到 其实我这底下的方法 是用 不是split 成那个串列 而是把它整个读进来 然后用寻找函数 寻找函数 寻找什么呢 寻找一样 寻找两个换行的位置 有没有 然后就是说 因为反正往下找 三重 往下找 那就是它要切割的地方 那我只要找到之后的话 那就是尾巴了 那头的话就从0开始 到找到的那个位置 中间这个部分的资料 帮我存一个档案 有没有 那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找不到为止 所以这边有个什么while while 这个东西如果找不到的话 它回传的话是-1 OK 所以如果找不到了 那表示全部的档案都储存完毕了 OK 这个当然逻辑是这样 至于怎么写 就是这个底下的程式 只是说啦 相比较之下 我觉得 应该各位可以感觉出 第一个方法应该 会比较简单一点吧 有没有 那第二个方法呢 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呢 难度我觉得比较高啦 因为我 已经写出来了 我直接给各位参考 那至于你将来哪一种方法 反正 写得出来都好啦 OK 所以 一般呢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通常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而且 你有时候写第一次跟写第二次跟写第三次 也许每一次写的也都不见得完全一样 或者不同的人解决同样的问题 写的程式码也绝对不会一模一样 OK 所以没关系 你们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的话 没关系 你也可以尝试看看 OK 反正呢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相对是活的啦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接着 我想我们 我本来是想说先讲这个 这个字典的部分啦 不过字典我觉得用到的机会其实是有 只是说不是那么高 重要性可能没有资料库来的高啦 那你们大概可以先了解 第一个字典它有哪些特性 第一个特别注意 它跟串列有点像 你有哪些地方不像 所以如果我们以串列来类比的话 那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串列是中瓜湖 对不对 那字典的话呢 就是大瓜湖 OK 那串列的话呢 是你放一个资料 放一个资料 单一资料 对不对 那字典的话呢 它是放两个资料 两个资料 OK 一个资料叫key 一个资料叫value key 有点像是有点像编号这样 这种东西 而且这个key的话呢 通常是唯一的 跟资料库概念蛮像的 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有点像是在 跟串列有点像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它是放两个东西 一个叫key 一个叫value 其他的话大体上 大概这个概念跟这个串列有点类似 那之后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这样截取那个网路上的json 格式的时候 其实就会用到比较多 所以也许啦 我们这个部分 我想 之后用到 我们再来 再来 讲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呢 先来看那个 所谓的资料 资料库部分 所以 请各位呢 先 看一下这个 第 第五个单元 第四十页的地方 大概讲一下就是有关 那个python里面如何儲存 从资料到资料库 首先的话呢 python里面 它使用的资料库 最简单的就是用sicleline ok sicleline这个资料库呢 基本上已经内建在python里面了 所以你不需要额外再安装任何东西 那只是说呢 它这边有相关的优点 其实 当然底下这有些刷竿序 大家看一下 那 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档案 ok 那副档名我们取名 给它副档名要点db 比如什么什么点db的一个档案 那如果说存档类型 像我们常常常常用的 常用的那个资料形态 比如说像整数的部分 我们给它的形态名称 在那个python叫int 可是这边叫叫int 其实就全名 其实int的全名就是int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用的是 那个什么 辅点小数点的话 python就是flow 可是在那个sicleline的话 我习惯会用real 或者另外我比较习惯用double ok 两个名称其实都可以 就是有小数点的资料 我习惯用double 没有小数点就int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 那特别注意 在这个sicleline的话就tether 顶多的话多一个 日期时间的话 那就是daytime da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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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概是常用啦 其实sicleline 是属于比较简易版的一个资料库 ok 那特别注意 它叫做sicleline 所以顾名思义 它也支援所谓的sicle语法 那sicle语法的话 基本上就是资料库的共通的一个语言 沟通语言 所以也就是你如果今天用sicleline 你将来换成别的资料库的话 其实大体上也都差不多 程式也不太需要更动太多 只要把连线的方式变动的话 其他都ok 所以未来如果你对比较大型的资料库 有需求的话 比如说什么常用像 如果也是一样开放的软体 像mysicle的话 其实我这边有补充 其实差不多在这边有一个mysicle 怎么连结 其实主要的程式都一样 只有那个连结的地方不同 所以也许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只是说如果你要改成用mysicle的话 那你可能要先把mysicle的环境先架设起来 因为mysicle它就是一个server ok 所以那个server的话 那当然不一样的地方呢 你就变成说 你必须要指定一个什么呢 一个IP位置 或者一个什么domain name给它 这可能就是 那边你要跟其他电脑共用的时候 不见得说那个东西一定要放在你的电脑 可能在你的网域里面的某一台电脑上面 ok那相对的复杂度会比较高 如果各位有基础的或者是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可以看一下第八个单元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这个资料库的相关的动作 其实资料库不外乎就怎么样 反正就第一个 我要建一个资料库 第二个的话 我要放资料进去嘛 所以我要建资料表 资料库里面建资料表 那资料表里面呢 还要先告诉他说 我要几个栏位 有没有 栏位的名称 其实他支援SQL语法 所以待会我会讲一下 如何把资料放进去 如果把资料读回来 放进去读回来 然后呢 顶多在学习什么 如何把不要的资料删除 或者是不外乎就是再把资料做修改 所以其实大部分 也许你资料会用 至少四个主要功能学会 应该就足够了 新增查询 新增就是把资料放 查询就把资料再查回来 然后呢 删除修改 大概就足够了 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 刚刚讲的这四个最重要的指令练习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请各位先把之前的东西先复习一下 并且看一下这个SQL 这个部分 在云端的第41页的地方 41页的地方